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小燕是个警察 他有哥哥 有姐姐 还有一个弟弟 1983年的时候 张小燕是21岁 大专毕业了 进入成都市某看守所 当了一名内勤警察 张小燕呢 个子不高 长得也挺黑的 不是那么白皙 不算很漂亮 可以说是其貌不扬 正因为如此吧 内心之中啊 就有那么一点自卑感 总是渴望能有一段轰轰烈烈的爱情 他呢 经人介绍 认识了一个不错的小伙子 俩人呢 结了婚了 结婚之后啊 他这丈夫虽然挺老实挺本分 但是很内向 不懂得浪漫 而张小燕呢 又总渴望有点激情 有点浪漫生活 夫妻俩慢慢的就有了矛盾了 1998年5月份的时候 张小燕跟丈夫就离了婚了 他俩呢 有一个女儿 离婚的时候 女儿已经5岁了 张小燕带着女儿啊 就开始了单亲妈妈的生活了 1998年8月初 他们看守所来了一个男囚犯 叫官培 这官培呢 30岁 兰州人身高是1米76 浓眉大眼的 看上去啊 就是西北大汉的那个样子 很粗犯嘛 官培被捕之前 是在成都市一家酒夜公司工作的 为了收取欠款 带着人对客户非法拘禁 最终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一年半 这官培刚进看守所的时候呢 也没引起张小燕的特别注意 张小燕就还是跟平时似的呗 照常上班 照常下班 因为官培表现不错 很快就被允许外出参加劳动 一转眼 到了1999年 这一年八月份的一天呢 张小燕呢 不小心把钥匙锁在三楼办公室了 那这门开不开着急啊 官培跟其他几个犯人就被叫过来帮忙翻窗去拿钥匙 这官培特别的卖力气 爬上那木梯子 眼瞅着就快拿到钥匙了 突然从这木梯子上给滑下来了 哗嗒一下就摔在地上了 张小燕一看 赶紧和管教人员一起把官培就送到了医务室 因为官培是替自己拿钥匙 这才受伤的呀 张小燕呢 心里边就很内疚 时不时的就去陪陪官培 端茶送水的 看看他伤势怎么样了呀 张小燕的这种善良啊 这种照顾 也给官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9月1号 官培呢 主动找张小燕 汇报思想 这官培能说呀 他原来是在酒夜公司啊 这要是口才不好 那工作干不好 所以这家伙 谈骨论金的 张小燕啊 突然就感觉 这官培跟其他的罪犯不一样 知识很丰富 又善解人意 于是对官培就有了一点好感 他呢 甚至后来都嘲笑自己 先入为主的那种观念 就为什么我们警察总感觉罪犯就一定是坏人呢 其实罪犯呢 只是在某些方面违背了国家法律 不意味着他们的品质就一定是坏到极点了 这一回张小燕对官培的态度是彻底转变了 从这以后 俩人呢 只要有机会 就凑在一块谈谈心 这张小燕跟官培很快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了 再后来互相喜欢就谈起了恋爱 因为服刑期间积极改造 1999年10月7号 官培被减刑四个月提前释放了 出狱那天呢 张小燕啊 还专门请官培吃了一顿饭 庆祝他出狱 吃饭的时候 这官培呢 就一脸无辜的那种表情啊 就跟张小燕说 小燕 我是外地人 在成都举目无亲的 现在又没工作 又没钱 我这脚上的伤也没好呢 我能不能先住在你那儿 等脚好了再走啊 张小燕呢 很为难 离婚之后啊 看守所给他分了宿舍 但是他不愿意一个人住 每天跑很远的路回家跟父母一起住 张小燕的父亲年纪大了 眼睛基本上看不见了 母亲呢 身体也不好 半瘫在床 女儿呢 是由自己的姐姐照顾着 这要把官培带回家 父母能同意吗 但是 小燕现在是深深的爱着官培 看着这个比自己小六岁的大男人 现在这种无助的样子 一下子张燕可就拔持不住了 最终爱情战胜理智 同意把官培接到父母家住 把官培带回家之后啊 可没跟父母提起来官培入狱服刑的经历 张小燕的父母 虽然自己生活的也挺困难 但还是接受了女儿的安排了 就同意官培住下来了 脚上的伤没好呢呀 官培呢 白天呢 就躺在床上 要不看电视 要不抱着电话 往兰州打长途 晚上啊 就跟下班回来的张小燕 躲在这小屋子里边 是吧 气着咔嚓 轻轻我我的呗 这一天两天还好 日子长了 张燕的父母可就有点不满意了 哪怕说自己的闺女又找了男朋友了 这是好事 但不能找个这么懒散的男朋友啊 这一天呢 官培又在那打长途电话呢 小燕的父亲呢 就在那跟官培说 你能不能少打点长途啊 自从官培住过来之后 这张家呀 那个月的电话费七八百块钱 自己的工资也不高 老伴还没收入 自己眼睛也不怎么能看得见 女儿是有工资 但女儿还有女儿呢呀 家里的经济条件本来就不富裕 现在还来这么一白吃白喝的 他没法不生气 小燕的父亲这一指责 官培也生气了 官培呢 脾气很暴躁 99年12月份的一天 官培和小燕的父母大吵一架 双方是彻底闹翻了 这让家在中间的小燕怎么做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 这一天呢 官培跟小燕的父母 是彻底闹翻了 大吵大闹了一顿 男朋友和父母之间 起了这么大的冲突 有这么大的矛盾 让小燕就很烦恼 但小燕呢 是真爱官培呀 就想着官培刚出来 也没工作 心情不好 这也能理解 于是呢 小燕带着官培 就住到了看守所宿舍 小燕心里边也琢磨着 这官培毕竟是看守所的老改犯 现在在看守所宿舍 进进出出的 这影响也不好 但后来再一想 我既然爱他 他既然爱我 何必在乎别人的看法呢 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号 俩人呢 嘿 就在这宿舍里边 在这小家啊 就一起等待着跨年 张燕还特地在日记本上写着 我要忘掉过去的苦恼与哀愁 重写幸福与欢乐 他呢 跟官培俩人相依相畏的 在这电视机前面看着元旦晚会 等到十二点的时候 这小燕啊 就拿起来电话 让官培呢 给远在兰州的父母 送个新年祝福 官培就跟父母说 我交了个女朋友 又温柔又善良 我现在生活的可幸福了 听官培这么一说 小燕这心里边啊 太幸福了 太甜蜜了 他决定我要付出我的全部 和我的爱人 一起创造美好生活 是吧 他一直就是追求浪漫 追求温馨 他认为官培能够带给他这些 但他哪想得到啊 一夜之间 这官培可就变了脸了 元旦早上一起来 官培啊 突然换了一个口气 开始对小燕的婚事刨根问底 这可是提到了小燕的伤心处啊 这是把他伤疤揭开啊 在伤口上撒盐呢 小燕呢 也不说话 就坐在电视机前边 他这越不说话 官培越生气 官培冲到客厅 抓起来啤酒瓶子 一瓶一瓶的喝 喝完以后 又疯了似的 把那酒瓶子都砸碎了 小燕面无表情的看着这一切 官培不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子呀 他怎么这么狭隘呢 这段感情 我们还能不能持续下去呢 元旦不是三天休假吗 官培啊 在这三天的时间里边啊 是一会儿喜意一会儿忧 一会儿好一会儿坏 喜怒无常的 高兴起来呢 对小燕那是体贴入微 要翻起脸来 那也是猝不及防 小燕啊 为两个人的关系 是越来越担心 小燕觉得 不光是对不起自己 甚至是对不起自己的女儿啊 女儿好不容易回家 想跟妈妈说 这是官培第一回给她做饭 吃完饭以后啊 小燕就说了 我给你蒸蒸脚吧 因为医生诊断 官培的脚摔成骨裂了 要不注意保养 可能会有后遗症 于是官培出狱之后 小燕呢 总是用热水给她敷脚 给她做按摩 在给官培敷脚的时候 小燕啊 顺手翻了翻报纸 嘿 就这一个动作 惹恼了官培了 砰撞一脚 就把小燕踹倒了 你怎么心不在焉的呀 我一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 我能看上你 这么个老气横球的儿子手货 已经是你福分了 你知道吗 你还敢怠慢我 小燕当时听到这些话之后 简直是不可思议 不可置信 他不敢相信男朋友 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 太伤人了 小燕啊 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 我不耽误你了 我们分手吧 一听小燕这么说 官培呆住了 马上啪啪 扇了自己两个耳光 小燕 对不起 我呀就就就性子太极了 你知道我多爱你吗 这辈子 我不会再看上别的女人了 我只爱你一个 这些甜言蜜语 之前官培可没少说过 小燕也没少听过 原本他就是被这些甜言蜜语 所打动的 可现在啊 他越来越感觉 这话这么虚 这么假呢 到了第二天 官培竟然跟小燕求婚了 小燕毫无兴趣 也没答应他 但是想到官培以后 很难生存 小燕呢 还是替他担心 给他出主意 托人给他找工作 费尽千辛万苦 帮官培啊 联系了几份工作 但官培呢 都嫌弃 要不说工作不好 要不就是这工作太累 反正都放弃了 从那儿起 小燕呢 就只能任由官培 在家里边吃闲饭 您各位该说了 既然不打算跟他结婚 那一分两三不就完了吗 还让官培在家里干嘛呀 小燕还是爱官培的 他舍不得 官培整天在家里边 无所事事的 这要没事啊 就容易找事 经常为点小事啊 就对小燕大发雷霆 甚至在别人面前 让小燕下不来台 晚上回去了 经常酗酒 只要喝醉了 对小燕又打又骂的 小燕后来啊 想着提分手了 但是又不敢提分手 因为这么长时间 接触下来 他知道官培这个人 心狠手辣 官培也说过 他参与过一些 黑帮的抢劫杀人 小燕别看是警察 但毕竟是个女孩子 他就隐忍下来了 其实小燕也知道 他们之间 很难维持下去了 但他呀 总是希望着 有一天官培 首先厌倦自己 主动的离他而去 2000年1月9号 晚上8点左右 官培跟小燕 带着女儿 在外边吃饭 吃完饭 回家路上过立交桥的时候 官培呢 怕小燕啊 带不动女儿 就让女儿呢 到自己的自行车上来 女儿不愿意 他也怕这官培 官培啊 一把就强行把孩子抱过来 坐在自己车上 还让孩子叫他叔叔 虽然年纪小 但孩子感情是最真挚的了 自从这男人来了 妈妈就再没陪自己睡过 他死活不愿意 开口叫叔叔 孩子的这个态度 惹恼了官培 他骑着自行车 在马路上横冲直撞 小姑娘在后座上 坐不稳的 从车上摔了出去 一下子摔到了一滩稀泥里 头上肿起来一个大包 脸上那血 刷就流下来了 小燕心疼啊 赶紧停下车抱起来 女儿在那安慰女儿 这时候官培啊 破口大骂 小燕也忍不了了 俩人吵了二十多分钟 最后这官培才同意 让小燕把女儿 送到自己的姐姐家里边 这件事情 总该让小燕意识到 该彻底离开官培了吧 您猜小燕会怎么样呢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这官培啊 让小燕的女儿 喊他叔叔 人就不喊 结果他故意 把这小燕的女儿 就摔下去了 摔得满脸是血 小燕一看 跟官培在那吵了 二十来分钟 最终 这官培才同意 让小燕把女儿 送到自己姐姐家里边 女儿到了姨妈家之后 哭着跟姨妈说 那个官叔叔要杀死我和我妈 把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 还不许我和我妈告诉你们 张燕的姐姐听孩子说完了 这个气啊 是又气又伤心的 不停的给小燕打传呼 但是十多分钟过去了 小燕啊 也没给他回电话 小燕的同事呢 给这小燕的姐姐打电话了 说小燕啊 在跟男朋友打架呢 小燕被打得可惨了 姐姐一家人 赶紧来到了小燕的宿舍 发现小燕满脸是伤 蹲在宿舍楼下 不敢回家 原来啊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让这官培 毒打了两回 头上 胸上 都是伤痕累累的 张家人这一下实在是气不过了 冲上楼去 把官培赶出了小燕的家门 怕这官培做出什么过激的行为 浑身是伤的小燕也不敢住家里了 只好住进了看守所的值班室 到了第二天 小燕啊 就不停的收到官培打来的传呼啊 上边一句一句的说的可好了 就求和好呗 一开始小燕 拒绝和他再次见面 但是官培呢 又接二连三的打过来电话 小燕这心呢 又软了 最后答应 见上一面吧 那天下午 俩人见了面了 这官培呢 假模假式的啊 倒是看着很诚恳 又认错 又道歉 最后扑通一下子 跪倒在地上 请求小燕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小燕看官培这样 心又软了 行了 那我在最后一次原谅你 但是此时此刻 小燕和官培的交往 已经受到所有人的反对了 家人也反对 朋友也反对 同事也反对 大家都劝他 你快跟这官培分了吧 那不是个好人 原来直接管教官培的干警 还跟小燕说 你知道吗 我原来啊 从来都不好意思跟你说这话 我怕伤害你 官培曾经跟我说过 之所以找你 不是爱你 他就是想靠着你 在成都立足 最多一年就会离开你 小燕听到这话 这心呢 瓦凉瓦凉的呀 他真的是在利用我吗 您听到这儿估计都生气了 这不废话吗 傻子都看出来了 他就是在利用你啊 但是小燕还是不愿意这么认为啊 官培在打过来电话的时候 小燕呢 就不停的质问官培 你是不是要利用我 并且还跟官培说 我们分手吧 官培呢 在那信誓旦旦的说 你不要听那些人胡说 我是爱你的 我哪怕擦皮鞋做乞丐 我都愿意留在成都 知道为什么吗 我不想离开你 嘿 三言两语 把小燕哄住了 小燕啊 这一回又重新接纳了官培 尽管官培对他又打又骂 对自己的孩子也不好 但是小燕回到家里 看到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 种种的痕迹啊 种种的场景 他舍不得官培啊 当天晚上 他就主动的约见官培 俩人见面之后 小燕张开怀抱 一把就抱住了官培 最后啊 小燕还苦苦的求官培呢 我爱你 你跟我回家吧 我们好好的过日子 俩人呢 似乎就有和好了 呸 这所有的亲戚朋友 看着是这个生气呀 小燕跟官培的事儿 在看守所闹得也是沸沸扬扬的 2000年1月11号 就在小燕和官培和好的第二天 看守所的领导 特意警告小燕 小燕啊 你要注意警察形象 你不要忘了你是人民警察 你立刻停止你这出荒唐的爱情闹剧 否则 你没有办法再在我们的队伍里面 待下去了 小燕啊 这天心事重重的回到家里了 就把自己的处境告诉了官培 又跟官培再次提出了分手 官培 这一听就火了 就在那骂小燕 我说张小燕 你怎么这么自私呢 就为了你那破工作 你就不要我了 你要再提分手 我就杀了你 我不光杀了你 我把你全家都杀了 小燕 现在是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的 回到单位上班 发现所有人都躲着他 到家里边 家人也不愿意搭理他 到官培那 官培对他冷一阵热一阵的 在单位开大会小会的 领导也老是寒沙摄影的 小燕没办法了 四处求人 想在外地给官培找一份工作 只要官培不在成都了 也许一切就好起来了 但是啊 始终就没办成 这官培 他不是个踏踏实实工作的料 别人呢 也不愿意帮他 小燕 这回是越来越绝望 他在日记里写着 每个被爱的人 都是忍智 每个爱人的人 都是赎金 赎到最后 把自己也贴进去了 小燕呢 还专门写了两份医书 医书里边说了 哪天我要是遭遇不测 凶手 肯定是官培 2000年2月份 这回没等小燕提分手 官培提分手了 但是有条件 说你必须给我三万块钱 你要不给我三万块钱 那咱俩就结婚吧 小燕啊 一直在纠结 是跟官培在一起呢 还是尽快解脱官培呢 最终他打算离开官培 但事情啊 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到底后面还会发生什么事情 上期节目 咱们说了 这小燕呢 还在日记里说啊 留下一书 如果有一天我遭遇不测 凶手肯定是官培 2000年2月份的时候 这官培呢 也向小燕提出分手 但有个条件 得给他三万块钱 小燕啊 琢磨来琢磨去 我呀 还是得离开官培 于是答应了这个要求 但三万块钱 对他来说是拒款呢 拿不出来 一直到了四月份 张燕东借西借 才借上来三万 交给了官培 拿着钱 官培说要回兰州 小燕现在求之不得 官培一看 可就火了 小燕啊 你什么意思啊 你早想让我走了 是不是啊 小燕呢 也不敢激怒他 就由着他骂呗 可是官培拿着钱 根本没回兰州 就消停了两天 又打电话找小燕 给小燕吓的呀 怎么还没走啊 小燕赶紧就搬了家了 时间紧 来不及找房子 他就想着 先住弟弟家里边 但弟弟 人不愿意啊 姐姐住是没问题啊 但一旦姐姐住过来 肯定得把官培那疯子 给引过来 小燕啊 只好搬到姐姐家住 但是姐夫也不满意 小燕现在有点心灰意冷的 他感觉就因为和官培的爱情 全世界都抛弃他了 他现在啊 是越来越恨官培 两天以后 官培回去了 到小燕家一看 呦 人没了 搬了家了 更生气了 冲到了小燕父母家 这一顿闹啊 导致小燕的父母惊吓过度 都住进了医院 随后又到小燕姐姐家 堵小燕的女儿 还不断的打恐吓电话 说我在你姐家门口 装了炸弹了 你赶紧找人准备收尸吧 这一家人啊 弄得整天不安生 没法踏实过日子了 紧张害怕的都不行了 官培呢 又租了两辆车 纠集了十几个民工 堵在小燕姐姐家楼下 喝酒玩牌 就跟电影电视剧里演的似的 我也不拿你怎么样 但是我就在那吓唬你 吓得张家人不敢出门了 后来官培 还查清了小燕租房的地址 查清了小燕侄子上课的教室 查清了小燕的姐姐和弟弟 上班的路线 还一次次打电话 告诉张家人 你们死定了 无奈之下 小燕的姐姐呀 每天接送儿子上学放学 小燕呢 则搭乘别人的车上下班 张家人呢 每天必备的一件事情 就是互相打电话啊 问候问候 看看今天有没有出事 张家人弄的是筋疲力尽呢 甚至小燕的女儿 每天做梦都会喊救命 小燕觉得走投无路了 他呀 决定和弟弟商量 找人杀死官培 张小燕的弟弟叫张军 很快找了一个小会会 叫李燕伟 就约定好了 以五万块钱的价格 买官培的一条命 六月二十三号下午六点 张军租了一辆出租车 把李燕伟带到姐姐家楼下认人 到了目的地以后 俩人也没下车 李燕伟透过车窗 认清了官培的长相 当天晚上十二点左右 李燕伟呢 又说服了一个同伙 赵建军一起干这笔买卖 六月二十四号上午九点来中 小燕呢 按照约定 付给了李燕伟一万块钱现金 这算是定金 他嘱咐李燕伟 一定要取回官培的通讯录和身份证 随后李燕伟租了车 赵建军呢 用假名字买了一个传呼机 根据张军提供的信息 再次认准了官培 接着俩人就开始接近官培 都是江湖会会啊 很容易就能搭上扇呢 所以呢 经过两回互请吃喝 官培啊 对赵建军还有李燕伟就特别信任了 他哪知道这俩人是收了钱要杀他的呀 六月二十七号上午 李燕伟赵建军 带着一把榔头一桶汽油 可就上路了 跟官培啊 约好了一块去喝酒去 喝得名鼎大醉之后 开着车向都江宴开了过去 当车开到都江宴市 麻西乡黎明村四祖的 一条小路上的时候 俩人把车就停下了 赵建军啊 拿起来榔头 朝着呼呼大睡的官培 可就砸了过去 两下子就把这官培给砸死了 接着俩人按照小样的要求 从官培身上搜出来了身份证和通讯录 然后把官培抬下车 浇上汽油 毁尸灭迹 这事都做完了 俩人若无其事的把车开到都江宴 还玩了一天呢 六月二十八号凌晨 分头返回成都 把身份证和通讯录交给小样 拿到了剩下的四万块钱的尾款 但是俩人怎么都没想到 李燕伟的寻呼机啊 竟然掉在了凶案现场了 李燕伟发现之后整天提心吊胆的 最后呢 他把这事跟自己的父亲说了 他父亲就劝他 你呀赶紧自首吧 你自己自首能留一条命 让警察查出你来 你这脑袋可就没了呀 所以在父亲劝说之下 李燕伟投案自首 这起案子说到这 确实让人非常的感慨啊 一个三级女警督 就这样栽倒在一个囚犯的头上 这官培的确很坏啊 不是个东西 不停的虐待小样 甚至是逼迫小样 但是小样自身 也有生性软弱的问题啊 同时他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叫恋爱脑啊 一切爱情至上 很多回小样都能够避免悲剧 但是他首先引狼入室 随后发现官培劣迹的时候 又不愿意舍弃官培 如果当时在领导干预的时候 能果断放弃 他不会被逼上绝路 如果在被官培围追堵截 甚至不停威胁的时候 能够果断的报警 果断的用法律保护自己 他也不会成为阶下囚啊 但是这位女警督从始至终 没有这样做 反而酿成大祸 行了 这个案子就为您讲到这儿 更多内容下期节目再会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再会